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幫你介紹的是一個iPhone上面的程式 Get Ideas Get Ideas是一個收件夾的程式 所以我們覺得它很像是一個 在你iPhone上面的小冊子 例如說你可以寫一些 要E-mail給舊相片 或者說 要提醒老爸吃藥 跟老爸說 老爸 吃藥 那你就可以 在我們的中間下面有一個九宮格 的一個按鍵按下去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E-mail給舊相片 老爸吃藥的 如果說我們新家的一頁 譬如說 什麼事情就塗抹的不是很漂亮 在右下角的地方我們一個小小的垃圾桶 按下以後就可以刪除 然後在城市中間的兩邊 它有一個小箭頭 我們就可以往前看 然後也可以往後看 很輕鬆的 就把我們這個 城市要那個 做的事情很輕鬆的就可以瀏覽完 然後右上角呢 有一個小鬧鐘 按去以後 假設我們的爸爸是早上 六點鐘吃藥 他就會在那時候 那個在分類裡面 提醒我們 這就是 在老爸吃藥的時間 他可以設非常多的鬧鐘 然後這邊是檢視所有的 這是明天的 這是今天的 已經到期的事情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我們按 如果說 有些事情我們需要特別的提醒 我們就把它 用紅筆把它框起來 輕觸兩件 這邊是顏色的 這裡是筆觸的 有的事情是要比較粗的顏色 打信心 就會用比較粗的筆觸 然後 我們也可以按兩下以後 E-mail這張給別人 你看 這就是 我們剛剛老爸吃藥的 就可以選擇 E-mail 寄出 也覺得 比如說 打電話給老爸 他就可以輸入老爸的電話 然後就可以 找到老爸電話 去跟他說老爸 記得吃藥囉 然後或者是 有些 時候 我們需要一些 特殊的範本 Gateideas也提供你 可以匯入一些圖形的 方式 這就是 譬如說 今天的計畫 譬如說 要提醒老爸吃藥 譬如說 寫一個企劃案 然後也玩上一個聚會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這張 存起來 Gateideas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檢視方式 它有九宮格 然後它有剛剛說的移到日記檢視 所以讓你很輕鬆的 找到你要的頁面 也可以左右的翻滾 然後 也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thank you 好 也希望大家繼續到 getideas.com 看更多的訊息唷 掰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再見 太好了 感谢观看